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Deely 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一个排毒的体验和感想 为什么想排毒呢 其实是因为这几个月以来 我觉得Uber Eats 还有饭桶外卖他们的折扣真的是 太低了 让人很难不想点外卖 我有天点了一个麻辣香锅 然后那个麻辣香锅吃完以后 连续几天我都觉得哪里怪怪的 吃的比较油 然后吃很多碳水啊 糖啊 这种东西 让我总是觉得很不舒服 很想要把身体清干净来改变一下 最近其实我还蛮怀念之前在Tofino的时候 那种和食物的关系 然后吃的比较健康的那个状态 所以呢 想排毒这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已经反反复复 可能有一个多两个月了 然后终于有一天我在洗澡的时候 这个声音又来了 于是我忍不了 直接就跑出去买了我需要的食物 开始了一个为期十天的断食 这次我用的方法呢 其实是一个叫Master Cleanse的方法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 柠檬蜂糖辣椒水排毒法 关于具体的这个排毒的内容 我会放在视频的下面给大家做参考 在这里我就不详细介绍它了 现在市面上断食的方法有很多很多种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方法呢 是因为我身边也有人在使用这样的方法 而且我有关注一个我很喜欢的YouTuber 露文黄 他其实也是有做过很多次这种断食的分享 然后他最近也做了一次好像是30天的一个断食 我也会把它的影片放在下面给大家参考一下 在这里我还想要强调一点就是 这种排毒和断食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 所以大家在断食前如果有疑虑呢 请去问专业的医生 我来说一下我每天喝的东西的一些成分吧 我把我要每天要喝的东西分为主要食材和辅助食材来说 主要食材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柠檬 蜂糖浆 辣椒粉 加水 他官方推荐每一天要喝6杯这个柠檬汁 然后这每一杯柠檬汁里面有大概30毫升的新鲜挤出来的柠檬汁 然后还有30毫升的枫糖浆 在这里枫糖浆呢你最好是用grade B的枫糖 但是如果买不到grade B呢用grade A也不错 每一杯要用0.2克的卡燕辣椒粉 然后兑上大概240毫升的水完成 所以每天你要喝6杯这种东西 最少要喝6杯来维持你的一个能量的攻击 我的话每天就只是喝到6杯而已 我没有比这个要喝的更多 辅助食品呢那就很简单 早上起来要用大概10克左右的海盐 加一升的水 然后直接灌进去用来清洗肠胃 晚上睡觉前呢喝一个laxative的茶 其实就有点像是番茄液那种天然蟹茶 来帮助你排便 还有一点就是你在做这个断食期间 你不能喝任何其他的含有咖啡因 或者是有热量的饮料 你可以喝一些天然的一些 无咖啡因的草本茶啊 或者就只是喝水啊这些都没有关系 在这10天呢我那么一个喜欢喝咖啡的人 我真的没有喝咖啡 我自己啦我对咖啡因我是没有饮的 我不喝也没关系 我平时喝咖啡真的只是因为我想去尝试咖啡里 各种各样不同的味道 我知道有很多人会觉得不能摄取咖啡因可能会很痛苦 但是就像有很多其他人分享 大概可能就是过了前两天到三天以后 你慢慢的对咖啡因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依赖 这个是辣椒粉 这个是枫糖浆 这个是晚上喝的smooth move的那个茶 还有柠檬 然后盐的话呢 我可能明天会去买一个海盐 但是家里也有喜马拉雅盐 我还是不太清楚到底能不能用喜马拉雅 今晚我准备就喝一个这个 就睡了 如果我这一次断食没有成功的话呢 大家就看不到这个视频 如果你现在看到了呢 那就代表 我有成功断食十天 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做斗争 自己跟自己的欲望做斗争 应该还好吧 wish me luck 这断食十天对我来说最大最大的改变 应该是从第四天开始 我在洗脸的时候突然觉得 我的脸为什么这么光滑 真的是那种很明显 突然一下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光滑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觉得自己的皮肤变得比较透亮 肤质如果是细看的话 真的会变得比较细腻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结束了以后 我的下巴上和额头上长了一些小痘痘 可能会有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很饿 实话实说了 大家所说的最痛苦的前三天 我觉得非常快乐 因为自己做的那个果汁还蛮好喝的 有点像是就是普通柠檬汁的味道 但是因为会加很多的miple syrup 所以也是很甜 然后那个辣椒呢 辣椒才是点睛之笔好吗 不加辣椒就是很平淡无奇的一杯柠檬果汁 加辣椒呢就是让这个饮料更有层次感 其实前三天我真的真的没有觉得饿 可能到了晚上九十点的时候 会稍微有一点点觉得饿 但是我也没有觉得饿到很难受啊睡不着 今天没有觉得饿 但是其实如果觉得稍微有点饿的话 喝一盒柠檬蜂糖汁就觉得很满足 其实到了晚上九点左右 会突然觉得有点饿 但是我觉得饥饿的感觉 对我来说还是蛮熟悉的 我是一个很能够跟饥饿做朋友的人 所以我感觉现在第二天为止来说 这个排毒对我来说我没有一点痛苦 我也没有像其他人说的头痛啊 四肢无力啊 特别cravy想吃东西啊 就还蛮正常的 就是干干嘛干嘛 然后头脑也是挺清楚的 这期间更过分的是 我在断食的时候 我还可以在晚上看别人 自己在那barbecue 在看别人在做饭 甚至是 我好像给俊仔还做了蛮多次饭的 就是给他做各种好吃的 然后看到在我旁边吃 我自己在那喝果汁 我也都ok 也不会觉得 对我有什么吸引力 这里不得不表演一下斯蒂里 他太有毅力了 你看他在干嘛 看我在吃什么 还是我给他做的 因为我真的太喜欢做饭了 然后这几天这十天 我觉得我最痛苦的是不能做饭 不过还好俊仔 他需要吃饭 所以我可以给他做饭 可以让我的做饭欲得到满足 我觉得这也是很值得开心的一点 就是斯蒂里做的 今天还是一切正常 今天我去上班了 上了差不多有半个半小时 也是非常非常多 一直不停的工作 很多的体力劳动 而且上班的地方有很多的pastries 而且它的香味都会出来 但是对我真的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觉得还蛮奇怪的 还蛮神奇的 原来会craving食物 然后现在这种 觉得反正我也不能吃 然后反而他对我的吸引力 就没有那么大 今天脑子也非常清楚 也没有觉得累 体力上也都是ok的 今天早上起来喝盐水 比昨天喝的稍微快了一些 我尽量在五分钟之内喝完了 我觉得用管子喝 我自己是完全可以接受 我没有觉得他有多难喝 喝完半个小时以后 稍微有一点反应 然后我就去一趟厕所 然后that's it 也没有了很多东西 之前我很害怕 像他这种 比如说早上的那个盐水冲洗肠刀 我就很害怕他是那种 总是要去 然后每次一去 又要很急 怎么样的 就感觉网上有很多人就说 你就必须得随时 待在厕所的附近 但是我好像 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是要在咖啡店工作的 我不想让我在很忙的时候 还要一直跑厕所 我觉得会让我很崩溃 会影响我的工作 其实实际情况真的就是 一般要我在灌完那个盐水以后 我要一个小时以后 我才会有感觉 而且我一般就只是去拉一次 最多拉两次就没了 我并没有像大家说的那么平凡 一天要去五六次六七次 而且还有人说的比较严重就是 一定要让厕所在你随手可及的地方 对我来说我觉得都还好 都是可以忍受的 而且虽然我去上厕所可能 因为喝很多盐水啊 而且每天都在喝水 虽然拉的基本上都是水 但是我也完全没有觉得有 那种要拉肚子的腹痛感 就还蛮舒服的 也没有任何痛苦 也没有觉得很急的要去上厕所 对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些 不太一样的一点 说说大家比较关心的 有没有减重吧 其实这个Master Cleanse呢 它不是一个减肥的方法 虽然有很多人在网上 用这个来减肥 这个方法主要是用来排毒 而不是减肥 减肥只是它的一个副作用而已 我大概粗略估算了一下 整个10天啊 我只减了大概2公斤左右 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是非常少的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 因为这10天我都没有觉得很饿 或怎么样 倒是复食的期间 吃的东西我觉得热量不太够 然后所以复食期间 我反而又瘦了个2公斤左右 所以就是前前后后加起来 一共瘦了4公斤吧 在我的经历上我也没有觉得 会很累啊怎么样 在前6天吧 我觉得我的精神都还蛮好的 脑子比较清楚 平时工作干体力活也完全没有问题 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第7天来大姨妈的原因 第6天我觉得特别特别累 可能因为连续上了两天班 然后晚上没有睡好 那昨天就觉得很累啊 一生都很累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快要来大姨妈的关系 昨天下午大概从12点睡 到了下午4点 然后睡完以后 就觉得精力又恢复了 但今天上班 我今天倒也没有觉得多累了 就觉得还好 脑力是非常好的 你头脑是很清楚的 但是就是会有一个口语 一个craving 想吃太熟化了 然后今天其实上厕所的次数 次数比之前要多 而且今天真的 是黑黑的 所以我想真的是要开始排速变了吗 为什么到7天才开始 自从排毒开始 其实每天都会觉得有点冷 然后晚上睡觉要多盖一层被子 然后上班的时候也会觉得 比平时要冷 容易发凉 所以会喝比较多的热水 而且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大姨妈的原因 大概是从第4天开始 我的体重就一直没有变 从第4天到第10天 稳稳地维持在一个水平 我总的来说一下 这个排毒对我来说有改变什么 这个断食它真的一个很明显的 除了皮肤变好 它真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应 就是它让我的头脑非常的清楚 每天早上一醒来的时候 就会觉得元气满满 思维也变得很活跃 就有点像是我在排毒前 我觉得我有很多很想做的事情 但是很多的idea都像是 一团乱麻 在我的脑子里的时候 排毒完以后 会慢慢地让我 把这些结都解开 反而会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脉络 我想做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和这些事情之间 有些什么关系 都让我看得非常清楚 这排毒我觉得它真的是 所谓的一个叫做身心灵的平衡 就是在排毒的后期 我会慢慢地慢慢地 开始了解和清楚地知道 我想要体验的是什么 拿掉了一些 平时惯用的一些滤镜 然后来看清楚 原来我想要的是这个东西 思维上来说 会比较积极向上 不会有很多的负面情绪 情绪也不会很容易炸 反而是比较平稳 比较正向的一个思维模式 然后这一次做完以后呢 我觉得我真的有重设 我和我自己的身体 以及我和食物的关系 让他们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不是我想吃什么的东西 我就去吃 而是我觉得我的身体 需要什么了 我才去吃 而且真的断食完以后 开始慢慢地进食 真的会特别特别 每一种食物的味道 感受到这些食物 带给我的一个能量 觉得很幸福 很感激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感觉 就排毒会给我带来一种富足感 一种满足感 觉得I'm enough 其实这一次最让我惊讶的呢 是副食的第一天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开外挂了 今天应该是我遇到过的 工作最忙的一天 因为店附近有一个 电影拍摄的crew在那边 一个很大的crew 所以今天我一共做了 差不多200杯饮料 一直在忙 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如果是平时啊 这种工作量 我应该 可能工作了一半 但我整个人就废了 但是今天没有 今天我一个早上都没有吃东西 一直从早上八点工作到一点半 然后我喝了一杯自己 昨天炸的橙汁 喝的时候也没有绝饿 就觉得该喝点东西了 喝完以后呢 继续干活干到快五点 那也是一刻不停的干活 也完全没有觉得累 干完活 然后还开车自己去拍了个樱花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 背着所有的设备 就一直在公园里面 一直走啊走啊走 然后晚上回来 还修了个图 修到现在快11点 脑子特别清楚 觉得真的是开外挂了 虽然用脑特别多 但是好像脑子有什么燃料烧不进 就头脑一直可以用 让我想到Lucy那个电影 就感觉是有超能力啊 今天你觉得还蛮神奇的 十天的排度以后呢 就是进入副时期 我在第一天呢 我喝了自己在家里炸的一个橙汁 晚上我有投喝一些蔬菜汤 然后第二天开始我有去煮一些蔬菜汤啊 其实我到了第三天我就开始恢复比较正常的一些饮食了 但是我也只是吃原型食物 吃尽量简单 然后调料尽量少的东西 我碳水也吃的非常的少 而今天到了第五天 我基本上就真的是开始正常吃东西了 但是吃的也不多 吃一点点就饱 副食期间又很饿 所以就是一直在吃 一直在吃 吃的还蛮爽的 总的来说这一次的排毒给我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好 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排毒耶 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形式的这种排毒或者断食 这让我觉得看到了自己身体的一些潜能 一些就是我们和食物的关系怎么样的 食物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大脑和思维的 以后还会做这个断食吗 我觉得肯定是会的 也许以后我会每一年都要做一到两次 可能时间会拉的再长一点 根据需要来看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们有类似的经验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你不排毒呢 他说他不想排 他说他不想排 好 鸡 牛 4 88 感谢观看